有网民替他高兴说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些肯定不是香港的网友 新名字很好听 他在IG上透露改名的原因 再用译卦的证明学去测算 最后保佑八字 八字里面有什么呢 他可以用部首的五行 比如说部首是三点水的五行欠水的就是三点水 比如说五行欠木的就是心 有些五行欠火的就是荣 娱乐半世纪经典又贴地 謝梓慧 他最近宣布自己正式改名 但是不要紧要因为那些人呢 就算他改新名改旧名都好 那些人只是叫他 陈冠希旧爱而已 你顶多CAMMY或者女版Nail 你有多可叫他谢梓慧 所以他改名有什么用 但是这样 因为呢 喝一口水 为了呢 就是要求真 你知道我不是只喜欢讲娱乐的 我很喜欢加点生活百科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这一单娱乐新闻也引致到我要讲这个 声明学的 讲一些声明学的东西给大家听一下 CAMMY首先讲了他一单娱乐新闻 他说 曾经今年年中 比前度公康追债八十万 不过呢 依然生活富贵 因为经常在IG高调 就是这样的奢华生活 除了全新名牌之外 并且是出入五星级酒店 高级餐厅 过着比美名媛的社议生活 只有看而已 就是内女 所以呢 大家不要常常说 哎呀 那个人很羡慕他 那么舒服 其实你看而已 有很多可能呢 就是衣衣难某 或者有钱过去都不奇怪 我身边有些朋友都是的 新光颈靓 车合酒店 剪了头发都千几元 其实 喂 我现在染的头发都千几元 我不敢说人了 但是呢 可能剪一小串 喂 那些清湯挂面 照算你不用剪千几元 我不知道 这一样东西 但是呢 我的朋友呢 他就去到 譬如他赚十万元一个月的 但是他自己呢 去到交税的时候 他也是要 卖人借钱 所以呢 我自从这样知道之后呢 我就觉得 喂 都不止这一个朋友 我认识了另一个 以前的旧同事 都是这样的 新光颈靓 出入 很贵的餐厅 一天都 post 很靓的照片 哪里哪里 但是呢 去到交税的时间 这些又是要 作为卖人借钱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表面 好了 接着呢 他就 他说 他自己今天在这个IG宣布 他说改名了 今天就叫做谢希婷 谢希婷 OK 他说 谢谢 有网民就留言问他 身份证都改了 还是藝名来的 Cammy就亲自回复表示 全改了 就是全部都改了 谢希婷 以后呢 说真的 你说改什么名都好 别人一开始都不会叫你谢梓慧 或者谢希婷 什么都好 别人只会叫 陈冠希旧爱 对不对 接着呢 他说 有网民就看他高兴 说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些肯定不是香港的网友 我猜是吧 新名都很好听 接着呢 他也在IG上透露 他改名的原因 就写着 师傅说 旧名一直都不适合我 那么奇怪呢 我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呢 很多明星 帮自己改名 还有这个 陈小春 原来他们收到封上月底 陈小春和应彩仪都有这个改名 希望改名转运 特意用八万 因为内地的文章是传他们两夫妇 用了过八万找师傅帮他们改 陈小春就改了陈泰传 而应彩仪呢 因为她是陈泰 她叫陈丁燕仪 接着呢 这个改名一时 记者就找她 但是他们是没有回应的 罗仲謙两夫妻也是 在去年就改了 但是杨线耀和这个罗子日 说真的 太过不习惯叫她的新名了 一来不容易记 杨怡多好听啊 接着呢 过了一年之后 大家还能否接受到 改不改口呢 叫她 罗子日罗子日 杨线耀 杨线耀 这样 把人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一把 就是你改完名之后 比之前更坏了 第一 别人又不信口 叫不出你现在的新名 第二 又不见到她多了气质 有没有红了 是不是呢 比以前更坏了 都改了名字 但是呢 这个呢 你改了名字 但是他们有没有好到呢 可能只有他们才知道 如果你说他突然间改了名字 大红大紫 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以我的经验呢 我就找了一些文章了 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知识了 俗语讲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窮算命 富烧香 这句说话 以前我有个朋友 她的妈妈 家里经过大起大跌 她说这句说话给我听 如果那些人很有钱 就走去还神 拜神 所以富烧香 这一场有钱的时候 就走去还神 找些东西 烧下给借神 这样 窮算命 通常那些人受到阻滞 觉得自己 突然之间跌了下来 没那么信 走去算命 你问我 我自己为何会在二十多岁 学完学呢 我自己不算大起大跌 不过 在我这么喜欢观察别人的时候 我自己就看到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不公平的呢 究竟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里面 是否有主宰很多东西整定的呢 因为这一样东西 所以我自己 就二十多岁 走了去学 这些玄学 明理的那样 但是呢 我是以经验 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这样的情况的 譬如他们对于生命的疑惑 如果你正在走运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特别说 要么很有钱 要么正在走迂运的时候 这两种人 就最大机会 最大机会 最大机会 就走去 算一下命吧 譬如说你正在走好运的 你害怕自己 害怕自己跌下来的时候 你有机会去看这些算命的东西 但是呢 原来呢 这一句俗话呢 就是穷算命 富烧香 是由民间乡村 流传下来的 因为其实呢 以前呢 就是小龙社会 陶杰经常说小龙社会 其实内地的地方都是耕田的 那在古时的时候呢 那些人就是以耕田 为这个生活的模式 但是呢 哇 他们就承担 因为耕田的人 农夫呢 他们要承担各种的天气自然灾害 以及官府的欺压 那些 叫他们交重税 在古时呢 在这些 民生在这个封建文化之中 很难去理解的 但是呢 如果呢 就是那家人 就富有了 不单在经济上的富有 还包括了家族的繁荣 家庭的健康等等的因素 那这些东西呢 达到那些人呢 就天天都去烧香 拜佛 那麽呢 令到自己的富裕 的地方呢 或者那个家族呢 就可以成全下去 那麽呢 就经常要还神 那麽样 就出了这句话了 那另外呢 就是 为什麽 穷的人之所以穷 有钱的人之所以有钱呢 亦都是有渊源 和依据在里面的 他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穷人呢 就不会一直穷下去的 富人呢 亦都不会一直富下去的 有没有听过富不都三代 那当中有少个原因的 因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懂 manage 或者教育 觉得可能 有钱了之后呢 就喝得他 二小组 乱去乱洗 那麽样 如果他惹到那些 嫖倒喝吹那些 你就拜了份身家的 我见过亦都不少 这些人 好了 当你穷的时候呢 你应该好好珍惜 你身上的财富 不能够揮火 要懂得怎样积聚财富 用钱生钱的方法 才能够富起来的 那如果你身上有少少钱 你就花光了的话 又怎能延续那个富有呢 就算你去算命 亦都会说 你的富贵呢 是不会长久的 一人呢 就要三岁六岗 一个富有的人呢 如果他太过揮霍无道 对于金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的话呢 那你钱总有用尽的一天的 所以你偶然会听到家道中落 但是呢 勤就能够保绝 将勤保绝 后天的勤奋 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 或者缺陷的 一个勤奋的人 亦都不会怎样差得去哪里 就算你 怎么说 坚田的人这么劲力 始终 就算天灾 你也可能有点东西吃下的 好了 这个就讲了 穷算命富宵香这句说话的经典 另外我们讲一下 因为 谢梓慧是他一改的 谢什么 谢凯亭 谢凯亭 等一下我撐我回去讲 谢什么 我刚刚说完也不记得 真的不要记得 谢凯亭 你老板好了 总之就叫他 陈冠希旧爱德 好了 讲一下圣明学这一样东西 圣明学其实呢 最大的流派就是 用你一个起用的五行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看看你的命格里面欠什么 但是其实呢 圣明学里面 的流派也不少 总共呢 比如说有计筆画 还有计三财五格 就是天地人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十二生肖 还有宝八字 还有独阴五行 还有逆卦 天运 九宫十臣等等 其中以筆画三财五格 还有十二生肖 宝八字 这几种呢 就是最普遍的了 坊间呢 可能呢 就是跟你说 一两一朝半式 很多时候呢 告诉你 帮你改那些名字 我告诉你 有些呢 就是 为什么有些 明星突然间 去改名字呢 当然觉得 喂 如果你的名字用好地地 你会不会去改呢 打死你都不改 先说一下 李嘉诚 哇 整世人都这么好运 还有呢 李嘉诚是不会改 我告诉你 一个很勤奋的人呢 是不会太在乎自己呢 是不是行好运行人衰运的 就算好像李嘉诚 那么有钱也好 他一旦 那么早起床去打Golf 然后就回office 做做做做做做 就是他现在退休 交给两个儿子了 但是 我相信他就算现在也好 他自己都不会说 懒了什么都不做 可能天天都是早起床去打Golf 然后去看书 没有以前那么忙 但是呢 你就算他不用那么多业务 但是他也不会说放弃 一天不看书 你问一下 真的 所以能够说诚哥出来 就出口成文 不是没有道理 加上诚哥也都说了一句话 又是我的金句 资讯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财富 而这个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以我的经验 研究命理一样东西 我觉得 可能你的剧本已经写好了 但至于怎样演绎呢 也是靠你自己的悟性 和你的勤奋 所以什么叫天道酬勤 如果你的勤力的话 天都不会给你一条绝路 好了又说一下了 命名改名就好像一个 建一间屋 材料要好 结构要稳 要平衡 平衡什么呢 五行金木水火土 才不会倒塌 宝伯的喜用神 不划是五行的 另外不划是八十一划吉空数 这个是台湾那方面的 三财五格圣明学 就是一个名字里面的骨架 缺一不可 比如天地人 例如名字三个字 比如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那个是不滑的 为之天格 一个数字 数字里面有吉空的 好了我再用这个译卦的姓名学 去测算 我看看准不准 最后就保这个八字 八字里面有什么呢 它可以用部首 过去的五行 譬如部首是三点水 五行欠水的 你就三点水 譬如说五行欠木的 就叫心 有些人五行欠火的 你就叫荣 豬肉荣的荣 很多这些 就是这样的 接着它说五稳五行 就是补八字用的五行 十二生肖的姓名学 也是配合那个形象 去配合这个姓名学 完成了这个外观和内装的部分 就是这个名字的血肉 首先是大功告成的 但是至于 紫微斗数的十二公的 圣宿分析 就不像八字可以取用神 因为天干地支里面 有些喜忌的五行 有些喜忌的五行 所以 如果你是真是一个改名的人 你找一个师傅 第一要找一个好的师傅 我觉得 我只是学了这些东西 当是一种知识而已 但我自己又不喜欢用这东西来寻食 你不要问我 因为这些也是国水的 几千年的历史 对不对 讲五行这一样东西 但是呢 因为紫微斗数 没有八字那种 天干五行 一拿就拿到 其实可能 紫微星那些 也有去 有没有去五行 这样 我可能 就是放下了 紫微斗数学过 我自己最喜欢用这个八字 因为玄学里面很多不同的科目 例如有这个竹机的梅花液数 铁板神数 八字命理 还有这个紫微斗数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算命的 都是so interesting 我觉得作为研究的话 我觉得是 你的看书可以看模仿的 但如果你有太过迷信 我就不是太主张了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一单关于改名的资讯 娱乐半世纪 经典又贴地 这个动作表演 我也不许可 始终是 这个动作的